澳大利亚公开赛种子名单 国庭双打大辩证 刘诗文林高院取消双打2018澳大利亚乒乓球公开赛 单打种子名单揭晓 世界各国好手进出 和一周前相比 国庭双打名单调整很大 王曼玉、林高远、刘诗文、丁宁等人的双打项目取消 新增包括混双四对双打组合 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做准备 从今年香港公开赛开始 到中国和日本战功开赛 国庭已经打乱多对成熟组合 实验各种可能性 比如张继克与王曼玉 丁宁王曼玉 刘诗文朱与令 陈兴同与林高远 都是以前很少或者没有搭档过的组合 澳大利亚公开赛 南双项目 目前保留了马龙许心 取消了班镇东林高远 新增方博周语 女双 取消了原来报名的丁宁王曼玉 刘诗文朱与令 新增顾玉亭里加一组合 混双 取消了林高远 王曼玉 包处金斯宁莎 新增周语车小溪 沿澳顾玉亭 韩国公开赛在澳宫赛之前几天举行 澳宫赛取消的双打组合 大多参加了韩国公开赛的双打比赛 所以应该是出于给队员减负的目的 让他们把精力集中到了单打比赛 同时 让周语 顾玉亭等运动员 锻炼双打特别是扩双的能力 单打报名已经截止 双打报名截止时间是7月4日 后续名单是否还有改变 拭目以待 7月24到5日 资格赛 7月26到29日 正算 2018澳大利亚公开赛 约30万美元的总奖金 您觉得国平能拿多少